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需要具备的技能 五姐妹们觉得这些都很乏味 但是也逃不出去 只能偶尔自娱自乐 而有了心上人的大姐 索娜依则有时候会从窗外看她的心上人 然后偷溜出去和心上人约会 五妹拉雷也有自己的爱好 她想出去看足球比赛 但是叔叔不让 当拉雷的朋友告诉她球赛那天 有大巴结送时 拉雷便和其他姐妹决定偷溜出去看球赛 于是球赛当天 五姐妹趁奶奶不注意的时候 全都跑了出去 乘坐大巴来到足球赛现场 疯狂地玩耍 奶奶在吃饭时 从电视转播足球赛上 看见了自己的孙女们 气得晕了过去 而其他阿姨们则为了让女孩们 逃过叔叔的责备 让全村都停电了 当五姐妹回家后 奶奶把家里所有翻得出去的门 都重新安装得更高 更不可能翻出去 五姐妹们开始正式过上了 形同监狱的生活 这天有几个人上门来提亲 索娜依表示 自己有喜欢的人并会让她来提亲 于是奶奶就把二姐塞尔玛 推荐给了提亲的人 最后索娜依嫁给了自己的心上人 而塞尔玛被迫嫁给一个 自己不喜欢的人 两人过上了不一样的婚姻生活 塞尔玛对自己的婚姻 无疑是绝望的 而这些拉雷都看在眼里 接着很快老子埃杰也面临着 被迫结婚的危机 拉雷生气地提议埃杰捣乱 但是埃杰选择了沉默 剩下的姐妹们都开始处于 可能被迫结婚的无助状态 虽然埃杰选择沉默 但她的内心里也是崩溃的 在某天和妹妹叔叔们 一起出门的时候 埃杰和一个陌生人 在车上滚床单 回来后不久便自杀了 老四努尔也非常快地就要出嫁了 这次他和姐姐们 也要选择沉默 任凭自己被许配给谁 任凭自己被套上婚纱 但是在婚礼这天 拉雷把家人都灌在了门外 和努尔共同反抗 这任人摆布的生活 拉雷在姐姐们结婚的时候 已经意识到自己必须要逃跑 所以期间他偷偷学开车 认识了某商店员工亚欣 拉雷不断打电话求救亚欣 并带着努尔收拾必要的行李 开了叔叔的车逃跑出家门 拉雷把叔叔的车停在一边 然后和努尔躲在一个地方 等亚欣的出现 很快亚欣出现了 亚欣带着拉雷和努尔远离了家 帮助他们坐汽车 去找拉雷的老师 拉雷和努尔找到了老师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看完这个故事 我觉得每个人生来 都有属于自己的自由和愿望 这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 我是小影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热眼时光